這個時候我會分享一個短的訊息 講到關於神說了我們可以建議像作異夢 第一個很重要的經文是《涉藍傳》第二章十七節 就是當猶大區域的信徒 當初期的教會門徒 他們經歷聖靈充滿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明白為何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在講幾個別國的話 然後彼得在《涉藍傳》二章十七節 講出這個聖經的語言 我一起讀給大家聽 神說在門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囂冠凡有 這個不是我用的版本 凡有血氣的 我用回我讀的那個 你們的兒女要說語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建議像 努力人作異夢 在那些日子 我要把我的靈囂冠凡 我的僕人和侍女 他們都要說語言 在天上我要顯出歧視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這個版本 太陽要變為黑暗月亮 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時凡扣告主明的 都必得救 這個經文講到 就是神說 我要將我的靈囂冠凡有血氣 有些人就會說 這個經文就認了 所有信耶穌的人都有聖靈 但接著他就define 就是定義 定義到底是怎樣 他所說的聖靈囂冠 他就說 你們的兒女要說語言 就是說到一些超自然的能力 就是能夠說語言的 和少年人見異象 老年人作異夢 就是有語言 異象異夢 這個是 聖經define 定義了 聖靈充滿其中一部分的定義 有些人可能說 我經歷聖靈充滿 我又沒有見異象 又沒有作異夢 其實每一個人的程度不同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收到神的訊息 神的聲音 第一是知序的聲音 第二是神聽到 或者我們聽到 或者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神就會感動我們 感動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意念出現 這個都可以是一種神的指示 有時神想我們感動我們去傳呼聲 但是在這位姐妹來說 就是古字神就說明明明明 去這個人那裏 為他禁食三十天 由這個人 你又告訴他 他家裡的問題 然後解決他的問題 這個就是很清晰的一個展示 其實因為恩賜又不同 有些人的恩賜是比較強的 比如像我這樣 在這方面的恩賜就不強 不過我就收很多訊息 就是關於處理生命 罪 以及如何提升生命 以及如何教導 那些教導的確是很好 就是從神而靈 不是我的好 是神的好 其實我們每個都有 這個發揮的程度 是每個人不同的 但是在經歷性靈感當中 的而且確有 有若干的人 我們中間也有些人 會領受到神的訊息 所以這件事是真實的 當然另外的經文就是 《馬口福音》第十六章 那裡講到信的人 哪有神跡隨著 那裡也有define 就是定義了聖靈充滿有些什麼 以及傳福音的事 有什麼能力呢 就是奉耶穌榮捆鬼 雪身謊言 以及手愛病人 病人就可以好了 就是告訴我們 聖靈有不是那麼超自然的神跡 也都是有超自然的神跡 其實叫人信主和改變人 都是超自然的 不過這些行神跡醫病 趕鬼 雪語言 建議像 作業夢 就是在很多人來說 覺得這些是再超自然的 就是信主 悔改 更新 都是超自然的 但是那個就是另一種的超自然 就是神跡性的超自然 但是聖一有講到 聖靈兩天都有做 聖靈叫人知罪 聖靈又叫人信主 所以兩天都有的 叫人知罪 叫人信主 但也有異著異目 而言 即是聖靈是講了的 而在奢倫轉二章的特色 就是講了時間 正如馬虎福音十六章 都是講了時間的 因為他在第十五章 他說在第十五章裡說 你門往普天下 全福音給萬民庭 信如受洗必然得救 即是講到 在全福音的階段 的時候 這個經文會應變 而在這裡 就有講到什麼呢 他說 神要將他靈囂灌 他的仆人 仕女 他們要說而言 然後 天上有奇事 地下有神跡 太陽要變為黑暗 月亮變為血 這都是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先 這個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先 就是耶穌回來的日子之前 由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他們五十字開始 即是新的教會時代 由耶穌的時候開始 一直到世界末日 耶穌回來之前 這個經文和馬虎福音 都是這樣講的 就是會有不同的先知 樹語言 建議像 另外就是《光文多前書》 第十二章 就講到不同的恩賜 而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叫人得益處 第七節 第十二章七節 聖靈相勉在個人身上 使人得益處 有人藉著聖靈領受智慧的言語 有人藉著同一位聖靈領受知識的言語 有一人由同一位聖靈領受信心 或有人由同一位聖靈領受醫病的恩賜 又有人能行義能 又有人能作先知 又有人能辨別諸靈 又有人能說謊言 又有人能翻謊言 這一切都是由唯一的同一位聖靈所運行 除了自己的子義分給各人的 這裡講到聖靈的恩賜 也很明顯有些是超自然的神跡性 也講到叫人得益處 所以神跡是叫人得益處的 這裡講到什麼呢 就是有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在傳統教會他們翻譯 有智慧的說話 有知識的說話 有聖經知識的說話 但知識說話 到底是單是聖經知識和社相論知識 會否可能都包括某些人的知識呢 的確很多人有這種恩賜 就是他為一個人祈禱 或者他就感受到這個人有什麼情況 就像這位姐妹講的 耶穌告訴他 你兒子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可以說是知識然而知道他的狀況 其實如果就算不用這個經文 你就用先知性 這個都是屬於先知性的 就是可以有先知性 就知道某些人他有這個特別的情況 然後就有些什麼呢 就是有信心 有很多人說我雖然神也有信心 但相信神真的會今天做工 今天真的在這裡 我一親近神 神就會充滿我們 神和我們密切關係 變成我帶著神的能力祝福人 這個信心 很多人就沒有強調這件事 這也是聖經所說的 就是聖經所說 我們有神跡歧視除了 神跡目的是要證實所存的 好了 接著就有醫病的恩賜 這裡保羅沒有說會停止 馬可福音十六章也沒有說停止 是說到一路傳福音級萬民聽 所以其實沒有說停止 有些人說到這個恩至終止論 是基於《光臨多》前書第十三章 那裡說到 我們現在是對著鏡子看 將來是面對面看 現在是毛不清 將來是很清楚 到那時候就不再有 不用有謊言 不用有各樣的事情都過去了 他就說這個完全的來道是什麼呢 完全的來道就是 新約聖經啟示而不 就是完全的來道 那時候就不再有預言 不再有這些先知了 但這個是很牽強的 因為他說 現在我們對著鏡子看 到時是面對面 現在好像小孩子 將來是完全的 難道基督徒一收到 其實《光臨多》這個經文 等到這些完全的來道 《光臨多》前書第十三章 其實是保羅所寫的 當他寫的時候 其實新約聖經很多已經有了 即福音書已經有了 以及有些書卷已經有了 那如果那個時候 之後再啟示其他那些 那就完全了 然後再有這些神跡歧視 是不是這樣呢 而且他是推翻了 這兩段經文的 《馬可福音》十六章 是說到一直 直至全福音到普天下的 而在《光臨多》前書 是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 將來會停的 你們快點用 就來沒有了 他沒有這樣說的 是會持續有的 這是醫病的恩賜 還有我們看到 在《新約聖經》裡面 都有說到 去到不同地方 全福音都說到 醫病的恩賜 神跡歧視的恩賜 有些人能夠行義 能作先知 能夠便別諸靈 即是分便諸靈 我們中間也有人 會感受到 這個人有邪靈 感受到他有什麼邪靈 這就是便別諸靈的恩賜 有些人能說謊言和翻方言 翻方言的恩賜比較少 但是我認識的人 他經常都翻方言 在火炭 他們有個地方 領袖一直說謊言 翻方言一直翻譯 有一次我說 不如你和我翻方言 看看我講些什麼 他說 盈牧師 你一直說 耶穌我愛你 和耶穌我愛你 你的方言在一起 耶穌我愛你 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神跡歧視 尤其這位姐妹今天所說的 就是她所見到的 是有印證的 因為那些家庭所發生的時候 真的帶到信耶穌 而真的按照耶穌所說的 但我都承認她是需要處理生命 讓她收得更加準確 我今天所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發揮 這方面的恩賜 但有些人強 有些人弱 但不要緊 個個都收到信息 因為耶穌說 我的弱聽我的聲音 那怎樣留意聲音呢 當你犯罪的聲音 你留意一下 有聲音提你不要犯罪 有意念提你不要犯罪 這個意念你留意到 另外 當你聽到看聖經 它有意念提你 或者幫某一個人 那個意念提你 你留意這個意念 你留意得多 我自己留意到 譬如我有些教導 那其他一道 就會彈出來 我沒有在想 我沒有在想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然後我享受神 因為享受神 然後就會有時彈一些 有些意念 有些人說 或者你自己想 例如 大聖經有說 在《弗洛基書》2章13節 因為你會立志行善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得到尾現 即基督徒會有神的心 即是想幫人 其實都是神一直跟我們運行 神和人一起合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這個《高洛基書》6章17節 即是神和我們成為一靈 一路感動我們 有時我們以為我們在想的東西 其實同時是聖靈感動我們 當我們想做某些事情 其實聖靈的聲音 經常跟我們的意念是混合的 但如果我們犯罪那些便不是 但我們走神路那些 當你有心去走神的路 就是神在你裏面 和你一直在運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到 聖靈如何提醒我們有之罪 提醒我們如何遵從神 你會發覺那種力量 當你的回應是很強的 它是持續一直影響你的 帶領你的 當你回應 你會進入福氣和進入神更高的靈命 我希望大家都會留意到這種意念 然後在某些情況 神會帶領你 我自己也試過 我試過去為人祈禱 有些情況 我即時感受到一種意念 我就這樣說出來 我說神會安慰我們 釋放我們憂傷 有些人立刻就哭了 這種情況我是有發生過的 就是神會感動我們 不過有些人就很敏銳 有些人就沒有那麼敏銳 但當你越流心 在安靜討告 我最敏銳的就是教導 但我不是自己想出來 自己會彈出來的意念 大家留意一下 有些意念就可以幫助大家 我們靠主幫助我們 更加回應 很明顯的 有些意念說 你回教會 你親近神 你幫這個人 你傳福音 很明顯的 另外 哎 很懶啊 我心啊 很辛苦啊 不行啊 很明顯有個意念 有些人意的 即是用人的方法 但有些是一種超自然的方法 如何去做 還有神會帶領我們 我希望大家都會留意這些 我們在這一陣子 我們會分組 一方面又回應 到底人可不可以收到神的訊息 你自己有沒有收到 你都可以回應關於這個姊妹的 她 到底你覺得 有多少憑據 讓我們知道她的可信性 求主幫我們分辨 也都當然 最後的分辨 是當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但這個發生 也都在乎我們的合作 即是我們沒有生命 這些事又不會發生的 當我們都投入敬拜主 親近主 為這件事 懇切地討告 神可以感動 我希望大家在小組裡 一方面是討論 另一方面是甚麼呢 討告 神啊 感動我們 讓我們同感一靈 有火熱的心 願意走在神的路上 成全神的計劃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樣的心 OK 字幕包製uur